国防风云带您掌握立法院的政治消息 要带您感触到的重点就是 有些个渔民在澎湖调手管的时候 一次看到大陆的唐级和浅剑绍服 引发了两岸局势的紧张状况 难道现在对岸又在游走灰色地带了吗 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受访的时候是讲到了 目前没有进一步可以说明 但是他也提到了要时刻提高警觉 怎么说的呢 一起来听听看顾立雄怎么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警觉 时时刻刻要理解中国不断的试图 在对我们国人从事这样子的一种 切相当式的片面改变现状的一个作为 那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觉 但是我们要也要不要惊慌 所以不要惊慌也不要麻木不冷 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是很赞成的 我们一定要这一个冷静 理性的来妥事的应处 这样子台海的这个情势 我们不作为挑衅的一方 但我们也呼吁中国不要成为麻烦的制造者 好谢谢 好可以听到顾立雄是强调了 我们要时刻提高警觉 但也不要过度惊慌 更强调了我们不会做两岸的挑衅者 那么但是呢出现了这样子的浅见 已经让很多的人觉得两岸局势 是不是关系紧张又要再升级了 而另外一个焦点要带您来锁定在的是民生议题上面 日前经济部长不是说这个店价越便宜 并不是就越好吗 现在讲到了并不用每房都装冷气 引发许多议论 今天郭聚会在出面的时候就改口了 他强调自己的话说得太快了 一起来听听看郭聚会怎么说 这一点的话可能是我在讲话太快 不是说每一个房装冷气不好 我是在讲说要节能 因为我们这个用电 虽然是让大家用的这个很舒服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这个没有人的房间 那个冷气要关掉 因为这个节能对我们有帮助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希望大家用的冷气可以改成高效能的这个冷气 该听到郭聚会是强调了自己话可能讲得太快了 但是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电 没有在的房间里面就不要再开冷气浪费电了 也希望民众可以改成这个高效率电能的冷气 可以来帮忙节约用电 以上是国会频道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优优优独播剧跟这个数 grabowa